中秋佳节,我局民警全力以赴坚守岗位,确保了节日的平安。 9月12日,傅政华局长深入一线,看望和慰问了职守岗位的基层民警。 市局其他党委成员也分别深入基层慰问职勤民警。 9月12日,中秋节当晚,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傅政华等局领导,先后来到寻特警总队住勤点, 大兴分局西湖门派出所西湖门城铁站置信点,青园路派出所早原路口巡逻警务站, 慰问了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公安民警、交通民警和巡防队员, 并看望了西城关分局原疆干部的家属。 在原疆干部韩德银家中,傅政华局长关切地询问了韩德银同志爱人的工作生活情况, 并送上了慰问金和慰问品。 傅政华局长向所有在一线工作的民警和参与治安维护工作的巡防队员、志愿者以及他们的家属们表示感谢, 并要求公安机关的各级领导要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安排和使用警力, 为民警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傅政华局长说,中秋过后,全局马上又要转入国庆安保工作, 全市官民警要保持高昂的工作状态和连续作战的工作作风, 立足本职扎实工作为具保全市社会治安秩序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